《法治》 客人常都把我當地標 他們覺得來了要跟我拍照 他們才叫做《法治》 否則也不代表《法治》 《法治》 我是阿豆 在法治多十幾年 這間士多本身是公公的 都有四十至五十年的歷史 原本這裡是賣花生、乾糧、汽水維生 大約在十五年前 由舅舅接手 開始有公仔麵、多士這些簡單的食物 因為這裡不能拿到食肆的大牌 所以也是賣簡單的衛生 我在舅舅接手之後 就已經開始在幫忙 為什麼這裡會成為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我覺得第一就是拍到車 這裡近五至六年 基本上每一個車會都會來這裡吃早餐 遊車可 人誠味他們有說 因為他們說 來了這麼多年 可能你才加了五至六元 我們買的餐單面才是二十七元 他們說其實在其他郊外地區 都可能買了四十幾元一個麵 每個人都說法技主打是餐單面 你問我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可能我們有個堅持就是 我們的餐肉要下班 煮之前才會去煎 公仔麵又不會開定的 可能煮的時候才開 還有味料一定要放在鍋裡煮過 我想這個是最特別的一件事 我們其實一個鍋就是煮兩個麵 我們只有兩個爐 其實可能就是煮四個麵 一開爐的時候 其實在新年期間 有試過可能最多等五六十個麵 可能有些客人要等一個半小時 他們又不會介意的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來知道很多人 其實他們都是想來吹一下水 醉一下 有時打風下雨 他們都會照來 可能是一個人情味吧 其實因為我第一是因為親情 因為家人都知道其實一個星期 就是一星期六日才會多人 其實也不會請到人回來幫忙 還有第二就是因為我看到他們 都很開心 所以我十幾年都沒有變過 都是逢星期日都會在 我又看到有些客人 駕駛平民的七人車 到現在都在法拉里 有些熟客說 由手抱BB 看到我現在這麼大個 其實我自己沒有什麼印象 那些客人經常都當我一個地標 他們覺得來了要跟我拍張照 才叫做 就是來了法記 他們每一次拍完照 就會tap我上Facebook IG 他們才叫做來了法記 否則都不代表來了法記 這裡主要做熟客生意多 因為早上是做跑車私家車客 下午就會做電單車 在這裡未遇封的時候 其實可以拍到四五十架車 可能我在這裡 由小到大 看車到大 所以我都很喜歡車的 我考了四個車 駕駛了兩年左右 我就考了兩個車 如果你問我 喜歡四個車多些 還是兩個車多些 真的很難選 因為我兩樣都很喜歡 始終泊車很難 所以現在我都沒有玩四個車 我以前其實有玩過110 111和CF4 全部都是棍波 其實我不是說駕駛得很厲害 只不過我很喜歡駕駛 我駕駛了四年 我以前其實有玩過 一開始我駕綿羊的 之後我有玩過爬雞 街車 以前有部KTM 390 我都很喜歡 都因為很好玩 現在就有駕綿羊 我主要留來代步 我小時候已經有法紀 你問我有什麼轉變 其實我自己覺得沒什麼 只不過是多了很多村屋 即是新式的村屋 還有對面大陸 就建了很多歌樓大廈 令到水質差了很多 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 其實都會去游泳 但現在就不行了 這個消息我都跟了很多 我們身邊的客人說 他們都覺得很可惜 反應都很大 其實將來我都有想過 在地上開一間全職這樣做 因為都想延續法紀下去 我自己本身就讀工程 現在都有全職來做 其實但是你叫我二選其一 我都是想一路做下去 你問我 其實我覺得法紀最懷念是人 因為所有這裡來的客人 都很有人情味 還有都很捨不得他們 因為我認識了他們 都二十幾年 因為經常見到他們 嘻嘻嘻吹吹 都很捨不得 其實錢我覺得 就不是一些重要的因素 因為做法機 其實不是打算賺什麼大錢 就是繼續做下去 其實都是因為這班朋友 我又來講 嘻嘻嘻的 可以幫忙